Hello 大家好 我是環宇頌庫540 現在的時間是我們23年6月7日 大概是8點鐘左右 現在身處的位置 如果大家是通過廣珠澳回來 都知道我現在身處的位置 在廣珠澳大橋的一個珠海後岸這邊 為什麼現在這個鐘數在這裡呢 就是有一個非常慘痛的經歷 也是對我自己非常無語 對我自己的大頭痕 昨天的話大概就是6點多鐘 就是在王國那邊回來我們內地 就是在京廣珠澳這邊去過關 其實整個過程都比較順利 都是非常之順利地在我們Z07這邊的出口過來 過到來大概都是7點多鐘左右 我的朋友就來接我的途中 我就想著有些時間 不如先去廣泊吧 就是在我身後這個洗手間 有一個非常之慘痛的經歷就是 我是手推著一個行李箱 還有還會有待麥品的 另外我肩膀上斜跨了一個包包 就是把包包掛上洗手間的勾勾 我平時都是大頭蝦慣的 如果是知道我的業主 出來的時候就忘記了 就是把包包留在廁所那裡 回到去 因為我沒有用 到12點多 我才知道我的包包好像不見了 回想整個過程的話 最有可能就是遺失了在這邊 可能被人信走了 或者是怎樣 就馬上趕回來 因為包包會對我們來說比較重要的 我就馬上回到現場這邊去找 那時候來到已經是凌晨的1點鐘左右 其實它也是通關的 因為我們24小時 工作人員相對來說會少一點 但也會有的 我首先會在我們的諮詢台 首先它沒有人值班 我就上了去我們3樓這邊的一個接送平台 是會有一些保安的哥哥在那裡站光 或者是怎樣的 那我就問了他 我說我不見了東西 整件事的過程在哪裡是怎樣的 那他就叫了我去M層那邊 去找了一個職班處的 就是好像我們在內地回到香港 就會經歷一個關口 那他就都很好很nice 那他就幫我打電話去問了 我另外的一些同事 好像一些物業 寶傑那方面的 那那邊就回覆了 是早上8點鐘左右才上班的 那是晚上10點鐘下班 所以我那個鐘數的話 那大家都已經是放了工的了 那都答不到我 在8點到凌晨12點多這段時間 有沒有朋友是 或者是有沒有寶傑的工作人員 是會撿到一個這樣一個包包的 OK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我知道了 我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是港珠澳這邊 是有些東西不見了 那是會怎樣去 即是 怎樣去找回 雖然我還沒找回 那首先的話 就可以在我們各個樓層的一個諮詢台 包括我們一樓 現在所在的二樓 還有三樓的話 都會有個保安室的 那就可以去那邊 找高掌員去幫忙 那當然如果是找得回最好 那如果是找不回的話 我們這邊是會有四個熱線電話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會跟大家去看看 如果在我們整個口岸這麼大 在不同的地方圍失了物品的話 其實是會撥打哪個號碼 那包括我們身處於香港 美國灣的時候 過關的途中 在乘巴士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回到來 我們內地這個 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它是會有不同的一個熱線電話的 那就是 我當時也撥打了 是0505那個 那他都跟我說說 就是這個時間數沒有同事值班 但是經過我今天的了解 其實應該是有的 那就叫我第二天早上8點 先跟保潔或者物業那邊 去convert了有沒有人撥到 或者是有沒有工作人員撥到了 那我就 哇 當時已經搞到2點多了 而且心情是很焦急那種的 那我就沒辦法了 晚上都沒什麼人 那我就先回去了 那天早上8點的時候 我就打了個電話 就是昨天那個小姐姐 她給我的一個前台電話來的 那我就打了個電話過來 問保潔方面有沒有工作人員撥到了 OK 是沒有的 但是我在這裡也想說一句 就是我們的工作人員 都非常之nice 大概到 就是剛才7點多時 她就問我 因為我們已經是那個時間段 多個畫面反覆看了幾次了 那就沒找到的 還有那個包包不大 她很容易就被人塞在行李裏面 然後就拖走了 那我走的時候就 我簽了個資料 然後我上車的時候 她也會跟我說的 因為這個是屬於公共的地方 那她會有些死角位 還有我們會可以 就是她們會讓我看監控 但是不一定說包包找得回來 那這個是非常之可以理解 那都經歷了三個多宗的一個視頻 就是在這裡看影片 但是都是還沒找得回來 那我走的時候她也很好 她跟我說 你下次什麼時候過來 你在西區那邊過來也挺遠的 那就叫回去好好休息先 就是我自己叫走的 那就叫回去好好休息先 那就問我下次什麼時候過來 過來的話都可以隨時過來去看 或者是說下次有什麼頭緒的時候 再來回現場看看有沒有機會 或者是說有沒有好心人 或者是說我們順手了那個朋友的兒子 可以送回來我們的關口這邊 因為裡面都會有重要的證件 還有一些資料 那整個過程的話 那跟大家總結一下一次 分享一次 那如果是不見了物品的話 就是 適時去回現場去找 那第二個的話 可以請求諮詢台幫忙 那或者是說打我們一些 波手電話 就是我們的一些熱線去協助幫忙 那現場的工作人員都非常之 nice 那當然就是一個慘痛的經歷 真的很傷心 那當然希望大家不要像我這樣 那麽大大蝦 去圍失了一些東西 或者說丟失了一些東西 那大家過來 因為會有些死角胃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一個隨身物品 那希望大家順順利利回我們 都是開開心心分享的 那今天就分享在這裏 我們下期見 拜拜 那在這裏也可以跟大家說一聲 那大家可以關注我們這個 即是用WeChat 關注我們這個港珠澳人工島的一個 口岸的一個公眾號 那如果是 它裏面是有一個選項的 那大家可以時不時上去看一看 如果是 當場未找到的東西 那如果是有人收拾了 或者是說 有工作人員收拾了 其實它是會 給物業署那邊的話 它是會做登記的 它會在小程序上 去post出來的 那如果是有你的東西的話 那可以來到現場去領取 那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幸運的情況 大灣區那麼大 不知怎選擇 那麼多樓本花多雅暖 自主投資 哪裡好些 有什麼陷阱 有什麼中負位 想知道多些 試多些 可以隨時上我們公司 找我們最主要的團隊聊聊 我們在港九新界 深圳和江門都有分點 可以說總有一間在左近 另外記得關注我們 環宇水母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Web Site 和WeChat微信公眾號 那麼我們最新的市場消息 熱買的信盤 或者折扣優惠 就有第一時間通知到你了 千萬不要坐過我們環宇水盤 全港首創的360全景上帝之夜 投資前看真點 勝算是嚴高一點 我們GC Global環宇水盤 食落全城港人服務 一條龍跟進到收樓 總之選擇知識 好的阿姨 好的阿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